各位觀眾午安 歡迎收看UDN TV 一二零零五間新聞 我是徐初賢 新聞開始馬上來關心的是 冷氣團發威加上水氣充足 今天清晨的七點多 何寬山還有玉山都下雪了 武嶺的停車場路面還結冰 吸引了很多遊客趕上山 體驗台灣今年入冬以來第一場的瑞雪 照了這波大陸冷氣團的影響 上午七點左右 何寬山松雪樓周邊 已經開始飄起間歇性的小雪 不過因為霞帶雨水的關係 所以這場雪並沒有一直下 落地之後很快就融化了 而目前山上農務名賣是也不佳 但很多遊客還是迫不及待的上山等雪 而台灣最高峰玉山 在今天上午的七點二十分左右 也開始降雪 雪量也差不多 山上的溫度大約是在攝氏零下零點三度左右